你提过一句 要致歉的事情都不少 还有什么要向公众致歉呢 政改做不成 政改那一场 我们没有办法 说服更多的立法会员 和支持他们的市民 当时提出来的方案 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如果我们能够说服到立法会的话 通过了今次行政长官选举 就是一票的选举 很多人拿香港特行政区的选举办法 选举制度和外国比较 第一我们不是一个国家 如果我们用城市比城市 你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市长 伦敦也好 东京也好 权利是比行政长官小很多的 行政长官为何有比外国市长的权力大呢 因为额外的权力 后来始终要授权的 我更加盼望的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叫非建制派 他们都可以推举他们的候选人出来 很希望看到有一人香港有竞争的选举 但可以发展到建制派一个 非建制派一个 而非建制派他参加选举呢 是有机会胜出 同时呢 是胜出之后呢 是有机会被中央任命的 这样呢 我们就是有真正的 有竞争的选举 到那天的话呢 我们真的可以在香港呢 行势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港人治港底下的 高度自治的民主选举 作词词&字幕志愿者 继续 作曲 字幕志愿者 同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